如果透過VBA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我講過 如果你要寫按鈕的話 一個按鈕就對應一個SUB SUB放哪裡? 放在那個模組裡面 所以第一步的話你就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步的話你就寫一個SUB SUB名稱叫什麼? 假如說我今天是要一個格式化日期 那我就SUB空一個格式化日期按個Enter 他就幫我寫完了 再來的話我需要格式化的邏輯 首先一般習慣是先確定一下你的範圍 那先告訴他說你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我是先列在藍 我的習慣是想4i 4i的話是什麼? 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4i等於 第2列有沒有 所以這個第2 應該是第2列 然後再到第幾列呢? 我們往下 捲動就可以看到第32列 然後藍的話是A藍 到L藍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4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他不能用文字 一定要數字 所以呢我們這個 A藍到L藍 你必須把它改成 就是第1藍到第12藍 所以寫的方法就是 4i i等於列 等於第2列 到 32列 Enter兩下 打個Next 那這邊的話呢 可能需要 因為我們之前只有i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多一個J forJ 我習慣用J來表示藍 第幾藍呢 你不能等於A到L 因為他不接受文字 所以你必須把它改成數字 第1藍 到第幾藍呢 1到12月嘛 剛好12藍 Enter兩下 打個Next 好所以呢 我們已經 把那個範圍先告訴他了 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範圍 那他會先從這個儲存格先抓 那這個儲存格我怎麼稱呼他 那個儲存格叫Sales 刮虎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籃呢 第追籃 OK 那我就指向了這個儲存格 可是這個儲存格我要做什麼 把他那個資料拿出來 然後判斷說他是禮拜六還是禮拜天 所以我們先判斷禮拜六 可是怎麼判斷是禮拜六 其實呢 禮拜六的話呢 到底很簡單嗎 用那個什麼 VBA裡面有一個 我先空一個 前面打個VBA 當然不打也沒關係 電什麼電 叫 weekday 打一個W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 weekday 也就是VBA裡面有一個函數叫weekday 那我只要把這個日期 丟給他 就是Sales的I列 的追籃 就先抓這個 他將來會一個一個的向右就對了 等這一列跑完再換下一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那我就是把他的資料 假設第一次跑一定會拿這個 110年的1月1號 是禮拜 禮拜六嗎 所以呢禮拜六 那後面的話呢我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前面就if 如果 如果什麼呢 這個取得的日期 他的那個什麼呢 在weekday之後的話呢 等於禮拜六 禮拜六我前面講過嘛 以那個美國人思維 禮拜天是 第一天嘛 所以禮拜六應該是第幾天 第七天 所以記得喔 VBA回來的話呢 等於7 那就表示呢 他是禮拜六 OK 空一個然後 也就是說呢 我假設是 禮拜 禮拜六的話 記得喔 一樣打end if 所以我習慣是 有頭有尾 反正有for就有net 又if 那就有end if 好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中間這個邏輯 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按個TAB鍵 我就把他的 字的顏色 改成 深綠色 底色 改成 淺綠色 那這個時候的話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講過嘛 字的顏色叫Sales 點什麼 點Fone 記得喔 瓜糊 等一下記得要加 這個瓜糊 I 瓜糊 IJ 等一下再放好了 字的顏色叫Fone Fone color Fone.color 字的顏色 有沒有 字的顏色等於什麼呢 RGB 還記得嗎 顏色都RGB 然後如果要深綠色的話 深綠色 還記得吧 綠色是0 255 0 可是深綠色要怎麼調 才會是深綠色 那還有呢 底色的話呢 就是 其實一樣嘛 打個Sales 還記得吧 點什麼 點Interior 這個 的顏色 點Color 還是一樣呢 假如說我要是 淺綠色 可是問題喔 現在看到的是 都是綠色的 那不對啊 如果全部綠色一淺 那不得了 那全部都是綠色 看不出來 那怎麼深綠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還記得吧 常用裡面有油漆桶 你可以選擇其他色彩 有沒有 那你只要選擇淺綠 假設這個好了 這個是淺綠 你看一下這個綠夠不夠淺 這個好了 那你點了這個淺綠之後 你再點一下制定 看一下有沒有 他實際上呢 綠還是滿的 只是說呢 紅色是204 藍色也是 也就是說呢 紅色跟藍色給他調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啦 取個整數大概200好了 200 255 200 那如果深綠色的話呢 深綠色你就再切回來 深綠 哪一個深綠 隨便好了 這個好了 這個深綠 按下切到制定 你會發現喔 其實 剛好顛倒 剛剛的話呢 剛剛的話呢 是把紅色 淺的話是紅色跟藍色 把它放大 那如果深的話呢 剛好就是什麼 綠色縮小 那縮多小 153 取個整 150好了 或者甚至100看看 如果100 100會不會更深 有沒有 如果這個邏輯 有沒有 那就100好了 所以喔 如果我要改成深綠 跟淺綠的話 那我就把剛剛的程式 這個地方喔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Sales 刮鬍 先加一下 這個一定要加 把這個刮鬍 我希望複製過來 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呢 這個字的顏色是深綠 深綠就是把它100好了 那淺綠的話呢 這邊改200好了 淺的話呢 就是 左右兩邊增加 那深的話就是把中間這個綠的減少 OK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我們 所以 第一步我們 禮拜六的判斷就出來了 可是等一下會出現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因為他會一個一個去抓 先抓這個來判斷 再抓下一個 下一個是哪一個 下一個這個 再抓這個 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我先跑一下 F8好了 如果你要主行跑的話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Sales 這個I等於2 等於是第2列 J等於1 所以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是不是等於6 是不是禮拜六 應該不是 禮拜五嘛 所以跳過 他就沒有格式化 然後在禮拜 這個不是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I還是等於2 還是第2列 那J的話呢 變成第2藍 所以應該是指這個 所以現在的話呢 要跳下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 把這個格子資料調到這裡來 判斷一下 是不是禮拜六呢 也是不是 所以跳過去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下一個 3月1號 也不是 所以應該到5月吧 4月也不是 5月的話就4了 所以再來的話就這一個 這個應該就4了 4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就先把4 變成什麼 升率 然後呢 把底色變成淺率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做出來了 那當然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維持 那就全部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可是喔這邊跑一跑 你會發現全部跑 你會有個地方卡住 形態不符 然後你真錯一下 可是你想說 形態不符哪裡錯 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發生錯誤 你就按真錯啦 然後你要看一下 我們就分析一下 到底哪裡錯 其實我覺得真錯也是 寫程式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不要遇到錯誤 你好像只會正確的 不正確你也抓不到 錯誤那就麻煩 那我們可以怎麼爭錯 游標的話呢 請你放在i上面 這個時候i出現30 追的話呢 出現2 那意思是說第30列 的第2欄 30列的第2欄 我們看一下 30列的第2欄 是什麼狀況 30列 在這裡 第2欄 在這裡 這什麼狀況 空的嘛 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你今天把這個空的資料丟給他 那weekday呢 他不接受空的 所以你丟一個空的給他不能接受 所以怎麼辦 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 變成要多寫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就是呢 如果那個儲存歌裡面是空的 那你要跳過 你就不能位給weekday 否則他會出現錯誤 那怎麼寫 如果 裡面是空的 那我們就拿 這個啦 Sales IJ裡面的資料 如果呢 他 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去判斷 就是不等於空的 不等於喔 不等於就是小於大於 不等於空的 那如果等於空的會怎麼樣 就跳過了 OK 空一個 然後 然後呢 我們習慣在底下 有if的話呢 一定要end if 那因為這樣感覺好像兩層喔 所以習慣會把裡面這一層 選起來按一個tab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進入到裡面的話 那你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符合 這個條件 就是不是空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完了 你假如 要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把程式停下來 重跑 另外有一個喔 我教各位一個這個是VBA 除錯的一個好方法 他程式可以倒車的 什麼叫倒車喔 就是你這個箭頭怎麼樣 我是無意間發現的 按住不要放往上拉 他程式怎麼樣 可以倒上去啊 意思說你程式不用 結束再來一次 你這個功能 除錯可以倒車的喔 這個是VBA裡面 這個環境還蠻OK的 還蠻好用的 因為其他寫別的語言 像寫Java 寫Python 都沒有辦法倒車 變成你要停下來重跑 這個功能太好用了 所以喔 你們可以 我忘記我怎麼會的 V之間發現 這個功能太好用了 我就不用重來一遍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再按F8 或者讓他重跑 也可以啦 按F8就下一行 你會發現他會跳過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跳過 因為呢 他裡面是不是等於 不等於空的 不等於空的 不是喔 因為他裡面是空的啦 所以他跳過了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如果是空的就跳過 不會進到裡面去了 好那全部把它執行 禮拜六OK了 那禮拜天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你不用重寫啦 你就把 if 到end if 裡面這一段喔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 Enter 兩下好了 貼上 貼到後面去了 然後呢 把它back 意思就是喔 這一段是 判斷禮拜六的 下面這一段是 判斷禮拜天的 那我只要改什麼地方呢 很簡單喔 我只要把這個後面的改成什麼 禮拜天嘛 這段 等於一段 1嘛 對不對 那我就把底下的顏色 字的顏色把它改成紅 紅色還記得吧 這邊改成255嘛 這邊是0 那如果底色要變成 黃色還記得吧 好像我們前面有用過喔 就是紅配綠就對了 也就是怎麼樣 紅色255 然後呢 綠色255 沒有藍色 那就是 那個 黃色的 這是黃的 這是紅的 欸 那這個是禮拜天 所以喔 其實基本上 我只是把上面這個 這個敘述呢 複製到下面來 OK 然後改一下 改 基本上呢 三個地方 一個 兩個是這個RGB啦 三個 這樣就是禮拜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寫完了啦 這樣就是已經是格式化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 禮拜六 禮拜天 就全部格式完畢了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然後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請你在module裡面 增加一個sup 叫做格式化日期 然後呢 先for i nter兩下打一個next for j 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然後先做邏輯判斷 外面再包一個這個啦 如果它裡面 假設 裡面是沒有資料的狀況下 就把它跳過 OK那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格式化部分 好 好 謝謝